大家好我是安蘇公 昨天彈射世界才剛出了共鬥Pickup 今天就出了限定活動黑雷廢龍 這是一個高強度關卡 我們來看看活動內容 要用哪種隊伍來打會比較好 有些東西沒注意到可是會非常難打 而且還會雷到隊友 還出了黑雷廢龍的精選轉彈 我們來看看該不該抽 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開啟小鈴鐺 之後會出更多彈射世界的情報及攻略 那我們開始吧 直接來看重頭戲 黑雷廢龍的討伐戰 打贏黑雷廢龍會得到金幣銀幣 一樣拿來獲得裝備道具 當然還有一些素材的獎勵 那是從今天的12點到24日的12點 那其實時間很久 我們這開始之後再來做準備也是還來得及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活動限定道具是 五星裝備 黑龍雷劍 跟四星裝備的黑龍雷槍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兩件裝備 幹嘛用的 我們先來看黑龍雷劍 黑龍雷劍他是五星的 是BOSS必兌換 然後他的能力是雷屬角色發動技能時候 自己的攻擊力 加%最大最大可以到120% 等於說你如果突滿的話 這個發動技能可以疊10次的攻擊力 再來就是戰鬥開始時自身 技能調加30%最高 然後這個無力效果就是虛弱效果 虛弱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debuff是技能填充速度減半 這個debuff會無效 那我們看一下 黑龍雷槍 黑龍雷槍是四星的 他其實就是弱化版的 黑龍雷劍 那一樣發動技能的時候 他最大可以加到80% 戰鬥開始時技能調加20%最高 那一樣是虛弱效果無效 首先要講一下 這隻雷廢龍在 戰鬥一開始 會陸續幫自己 上一些buff 總共會上四個 包括攻擊力上升 全屬耐性 弱體耐性 防禦力 這些buff上上去之後 你不把他去除的話 其實 會非常的難打 而且要打超久 可能打不太過 那我們就需要一些 驅散的角色 而且三個人 一定都要帶 因為我們要驅散四個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在網路上找到的 隊伍組合 以右邊這個為主 右邊那個圖片 中間是因為我有些魂珠還沒換上去 那其實這一隊就是 技傷隊的變體 把 中市長換到 撲破位 然後把叢雲放到 隊長 那一樣屬於是 T罐的隊伍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隊伍裡面有風牛仔 風牛仔他的作用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他的技能 不僅有麻痺 然後還有風耐性降低 最重要的就是 依照命中術消除強化效果 那其實他就是去除兩次 他可以去除兩個強化效果 所以非常的重要 再來我們看到 去除強化效果的角色還有誰 還有 火女巫 火女巫他可以去除一個 而且是 全體 產生瘴氣 然後被擊中的目標就會消除 再來還有誰呢 我們可以看到 左倉 左倉也是有的 他也有消除一個強化效果 但是他的大學要命中才有喔 能趕快解決為主 說不定也會有人放這個 雷龍的踢罐隊 那踢罐隊的話我們就可以 也可以塞一些 去除buff的角色 像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隻 這隻老貓也是可以 全地圖消除一個強化效果 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 再來我們看到這一隻 莉莉露 他的 招式也是有一個 去除一個強化效果的 那 基本上每個人都要帶一到兩個 才能有辦法 湊到四個 去除四個buff之後呢 雷廢龍會永久降自己的風耐性 所以這時候再去打擊他 就會非常的痛 所以我們可以靠 二三組的人馬去疊 潛數 然後順便去消除他的強化效果 那消完之後 breakdown 我們在 三個隊伍的隊長 再去做 最後的收頭喔 那據說喔 依照日版的 資料來看 雷廢龍的血量會有 17000K左右 所以大家要算好 自己的 攻擊力 那練度也要練上去 那組隊的時候如果跟路人的話 記得要一查一下喔 他們到底有沒有帶去除 Buff效果的角色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 就要直接退出重組喔 沒解掉基本上是在浪費時間的喔 你如果真的組不出踢罐隊或者是像 現在右邊這個隊伍的話 那我們也是可以參考上次的 風技商隊 那我們稍微 可以換一下 底下的support也換一下 然後有風牛仔就換上來 或者是有消除技能的 把他換上來 那頂多就是打得比較慢 但是還是打得過的 那如果你連 風隊都組不出來的話 那可以建議你組這種工具人隊 至少你還有作用喔 可以幫人家湊芡樹 然後 第一個花火底下帶的這一個 這一個是 草藥師 才能 降風耐性 然後帶一個 可以去除效果的 那第三位的主要角色也是 可以帶這個左倉 或者是 火屋女喔 那幫人家去除狀態 然後加傷 這樣至少還可以 抱到大腿 那其實看之前日版的影片也是有人 宋師郎放在隊長的位置 然後這樣去打 然後三隊 湊6欠 然後 打三次 就可以踢掉了 那當然也要看台版 會是 有沒有改過之類的 那再次強調要帶消buff的 角色喔 千萬不要雷到人喔 這我們看到群星英傑轉蛋 這是一個必中詞喔 你十抽一定必中一個五星角色 但是他是有償石才可以抽 克金來的石頭才可以抽這一池喔 那我們看到雷飛龍的精選轉蛋 總共有4個up 這個 舉辦期間是到18號 那裡面最重點的角色就是 可憐 風可憐 也就是五星的西路提 他是風連級的 核心角色喔 像我還沒抽到 說不定會 試抽個 10抽看看 那這一池的話 如果 你的風隊沒缺 或者是 目前 只想走風紀商的話 那這個可憐是 可以不用去抽他的 下一池新年池的話已經快到了 那新年池我也會 預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角色 還有該不該抽 可以期待一下我下一支影片 那雷飛龍大概就是這樣 那今天 晚點再打打看 那有什麼新的想法 或者是 可以討論的 那我們直播 可以再 進行討論 那昨天開始舉辦的這個 Pick Up呢 我們要記得把挑戰全部解一解 然後可以拿到 角色 可以拿到這個新角色 再來就是我們如果都組 T罐子隊了 我們就可以按照這個時程 我們可以到7月10號 這些 共鬥角色 不同屬性會一直輪 那我們輪著拿素材 把他們的素材搬光 最近重點就是要一直T這個 那其實這些打到的Boss幣 到下個月是不會消失的喔 所以我們可以 這個月先打起來放 好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閃來 我們下部影片 在右面